什么 周莹打败成小事模样 上了街 是啊 大婚那天很多人见过她 所以在街上就被人认着来了 这个周莹 你专门下令不让她出别院 她可倒好 不仅出了别院 还出了二门大门 直接跑到街上去了 大嫂 如果是这些还都罢了 听说跟那个洋人在街上勾勾搭搭的 哪个洋人 就那个传教士啊 听说 他们还一块儿建了教堂 天哪 她一个辅导人家 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 大逆不到东西 她现在人呢 还没回来 大哥 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 对这个丫头一定要好好管输 现在看来 毕竟严加看管才行啊 这丫头太桀骜不须了 虽然我们严加管家 但对她来说好像一点用都没有 大哥 如果真不听话撵她走好了 又撵她走 大嫂 难道游认着她在外面胡作非为 败坏我们吴家的门逢不成吗 吴聘的命 毕竟是她救的 现在吴聘好了 我们就赶人家走 这怕不好吧 而且外面的人又会怎么说我们呢 今天逛得还高兴吗 高兴 有没有看到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没 没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 你呢 你在包间里打坐 高兴吗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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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小子 高兴 爹 娘 爹 娘 爹 我正想向您报备 您就叫我过来了 是吗 您不是让我出去办事吗 我一早就出门了 但是您出门前 我怕路上闷 就硬把周印拖上 起初她还不情愿 说是您让她在别院 好好修成养性 但是我还是硬把她给拖出去了 至于她这身装扮 我是怕她引人注目 所以才让她换上这身 小 小丝的衣裳 但是这些都没来得及 跟您说 算是有一点 有点先斩后奏 我这一句话都还没说呢 你就先说那么一大堆 怎么 想替她开拖 我并不是要替她开拖 我并不是要替她开拖 我是来跟你认错 好 那你接着说 我说完了 那她跟那个传教士的事 又怎么说呢 什么传教士 你四叔跟我们说了 她跟那个洋人勾勾搭搭的 还跟着进了教堂 什么 你进了教堂还跟洋人 不 你听我说 周印 我上次教训你的话 还在豆白说了是吧 爹 我让你把以前那些坏习气坏习惯 统统丢掉重新做人 你非但没改 反而变本加烈 爹 我失去了教堂 不懂规矩 但是老爷在说话 哪让你插嘴的分 看来我上次对你的禁令 还是太宽容了 今天我就当着你娘 还有吴平的面前 我现在正式宣布 从现在起 没有特殊的理由 不准离开别院一步 还有罚莫你三个月的利盈 另外 每日抄写女倦一遍 连抄三十日 周印 这已经是对你从款处罚了 还不快谢谢爹 如果你还那么继续 胆大妄为 污损我吴家东院的名声 哪怕你之前对吴平有恩 那也休怪我吴家东院对你无情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我们齐 porn 就还好 这边陈肯门 或者这边陈肯门 放在调瞪 很久了 我看凌声 Piang 他一路是想信 вид 更当然了 uno 你见洋人了 少奶奶 你没事吧 我听人说 洋人专门勾中国人的魂 晚上还会出来吸人血 少 少奶奶 你魂还在吗 你没为吸血吧 你看 连春信这个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丫头 都知道洋人危险 你还和她说话 还 还和她去叫她 你 教堂是个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洋人 藏着她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和务事的地方 这多危险啊 你们去过教堂吗 你们谁都没去过 凭什么说那地方见不得人 你们说洋人 吸血 蛙心 勾魂什么的 你见过吗 你亲眼见过吗 你们谁都没见过 凭什么乱说人家 周颜 你平时在家里爬藏上树 我都觉得无所谓 因为那是你的天性 但唯独洋人这 这绝对不能有下次 答应我 从今往后 再也不和洋人说话 也再不涉足教堂 不 你就不怕 被迷了心勾魂吗 只怕被迷心勾魂的 不是那洋人 而是另外的人 你说什么呢你 没什么 没什么 周颜啊 我不是在责备你 我是担心你 我不用你担心 没 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 你们谁都不用关心我 可那是以前 她现在 现在你是我的妻子 名义上我是你妻子 但你们全家 打心眼里都看不上我 觉得我就是个野丫头 没家事 没教养 不会战 不会做 不会笑也不会说话 若不是你爷爷一息 我根本没有办法 攀上这高知 你在说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如你们那儿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心里 就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那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你这是不讲道理吗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你 你无理取闹 你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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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别 我屁眼 无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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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董太医呢 董太医不在 出远门了 那周大夫呢 周大夫也不在 据说要到山里修行去了 快请梁大夫 已经派人去了 梁大夫 一大早就被赵大人请去 给在民诊治去了 也不在家 那老爷呢 怀夫人 送信的已经去了 老爷现在啊 应该再回来的路上 郑老爷一出门 无皮就晕倒了 大夫一个两个都不在 这可怎么办呢